又国内减产 急需各种粮食 大豆呢是作为中国的这个食用油 以及这个 叫做畜牧飼料的重要原料来源 大豆先榨油 人可以吃 剩余的榨完的豆粕 就是那个大豆榨完渣子 基本上都送往飼料厂 作为猪牛羊鸡等等的饲料来源 这个如果豆破大豆涨价或者是紧张 就会造成一个食用油的上涨 一个是各种肉类的这个饲料上涨 从而带动肉产品的上涨 对中国的这个物价会带来很大的制约 中国呢现在又利用大豆 作为对美的武器 自己减产 你应多够美国大豆 但是 美国希望多出口大豆 那你所欲 我就不给 所以呢就 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损失 就故意准备减少美国大豆 不要看他很多合约签了增加的美国大豆 但是这完全是出于自身需求 同时有很多这个合约到时候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以推卸掉 可以把合同撕毁 中共是干这个的老手 那他大豆来自哪里呢 一个是巴西 一个是俄罗斯 巴西现在受这个国内形势影响 而且大豆的品质也有一定问题 价格也并不占优 俄罗斯就成为中国大豆的重要来源地 俄罗斯呢 这时候把大豆增加30%的出口税 这就是趁机撸中共的羊毛 他呢 既是中共的靠山 同时呢 每一次这个对中共的帮助 中共的依靠从来不是免费的 而且是加码恶性的收取费用 中共呢 认可把这个钱给他的干爹 也从来不把这个利润 交给公平合作的贸易伙伴 无论自由世界对中共 自解放之前到建政 在各种危难时刻 在各种这个发展需求的时候 给予多少帮助 他从来没有感恩 包括香港民众对中国 又有多少这个 促进 与帮助 在灾情的时候 对中国民众又有多少捐款 也从来不怀感恩 但是他对俄爹 却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有求那边没有逼应 而且有求那边逼出高价 但他都照盘接收 接收过来 无非就是给国内的韭菜 加点成本 无非就等于是变相的 这个让俄爹也参与收割 收割中国韭菜罢了 这样等于是交了这个保护费 交了这部分保护费 可以在某一些事项上 换取俄罗斯对中共政权的一些支持 这个事情不仅表现在大度上 很多朋友可能没太关注 上年我还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 一直都是采取高价 我们知道在江泽民时期 在胡锦涛时期 中国都和俄罗斯签有这个非常不平等的 在高价的时候 签有几十年的这个石油贸易协定 那个价格是不动的 无论国际原油涨与跌 基本都在维持在一桶一百多美元 几乎是在油价最高峰的时候 中国和俄罗斯签订这么一个协议 哪怕国际油价跌到了三十左右 也不影响俄罗斯卖给中国是一百多 这一百多美元一桶要赚两桶的钱 三桶的钱 而且这是一个原价 就是一个价格 利润那更是百分之几百的上千的利润 中国一直在给俄罗斯出血 当然从他的战略考虑 是希望有这么一个五常之一的一个盟友 在国际事务中对其进行支持 也希望在军事方面能给他一些支撑 无论这个支撑是否正义 是不是邪恶 俄罗斯不仅签的这个石油价格高 更是在对中国石油出口的时候 还要增加 还要再额外加一个出口关税 并且在2000年9月份的时候 把关税一直提到了47.5美元一吨 大概一吨石油有7桶左右 那也就是说是相当于 在高额这个出口石油价格之上 在每桶再增加7美元的关税 真是匪夷所思 华天下之大吉 中国经济离不开石油 每一个使用石油的这种产能 这种社会一个经济活动 都等于变相的承担了高油价 所带来的高税收 都被俄罗斯通过石油 狠狠的吸一口血 国际原油30 俄罗斯当时原油 我忘了是100几了 签订的时候 好像是110左右 国际原油30的时候 中国要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 那就是110 再加这个关税7块 那就是117 这就是中国出口原油 进口原油所换来的 这个俄罗斯盟友 全方位合作 包罗万象的合作 所给予的这种恩赐 这就是王毅口口声声 所依靠的这个全方位 合作 合作 伙伴 这就是给予中国的战略稳定 稳定的不断的榨取 中国的经济利益 好了 把这则新闻给大家通报一下 看一看这个 中共面对美国对他的这种战略压力 得知最新的外交定位之后 怎样和这个寻求俄罗斯的帮助 俄罗斯又从中国通过这个大豆 通过石油 又是怎样 这个获取超额的利润 抽取中国的经济成果 拜拜